Lock Screen 首先這個是Lock Screen 向上Slide解鎖 這個Password是自己設定的 還有 你試不完上去 它有少許動畫效果 動畫效果是Windows Phone 7裡面 非常之 主要的一環 也不是每個人喜歡 雖然 一開機 就是這個 我們叫Tiles的Home Screen 就是一個個的方法 這些方法是可以自己選擇 放什麼下去的 為什麼呢 第一個方法 就是 向右Slide 就是手指向左 就開這個App List 就是 所有App都放在這裡 然後呢 按 按 然後就會 出了這個Menu 可以選擇Pint to Start 如果是Fair Party 就有可以Uninstall 這樣 按一下Pint to Start 就會出來了 然後呢 如果想擺的位置怎麼辦呢 又是按 實 那就可以自己動的了 喜歡擺這裡的 又或者 再擺上一些東西 都可以 如果想不要它 如果想不要它 按一下右上角的 Unpin 鍵就可以了 那就沒有了 然後再放到這些 在四位按一下 就會Exit Edit Mode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 可以 向一些聯絡人之旅 就 例如 我喜歡Cathy 然後呢 就可以在這裡選擇 把這個聯絡人放在 Start 那裡 然後呢 回到 Start 那裡 當然這個是 預算整定的 按一下呢 就會直接開了這個聯絡人的Detail 然後 就是看到這個 很簡潔的 Tiles介面 其實在頂上 你可以找回 訊號 還有電量的東西 那看完這個Tiles介面 那 看看HTC在 他們旗下 Windows Phone 7 裡面放了這幫東西 最主要有一個就是 所謂HTC盒 很華麗的介面 就是這個 很熟口熟面的天氣時鐘 那它還沒找到我那邊 那下面就有一些Feature App 那又有 可以看啦 可以在下面Refresh 還有 按這個三點呢 每一次看到這三點 大家都可以手行去TED 去按一下它 因為基本上都是一些 Extra的選擇 可以選擇 設定 About Gap More 和Refresh 看看Gap More有什麼Gap 那就是一些HTC的Apps 可以找到 左右Slide的操作方式 亦都是Windows Phone 7的其中一個 特點 那 循環的 你可以不斷地在一個方向Slide都可以 那 有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這個 Love的App 就是 按花瓣 平時呢 看這些愛情故事呢 就說 拔花瓣 它愛我啊 它不愛我啊 那 來到這個電子年代呢 就進化了 就不拔了 按算了 那它愛不愛我呢 噢 它不愛我 就是這樣了 然後又回出去了 那 其實每次這樣進來呢 可能也會有少少浪費時間 但是 不可以不承認就是它幾漂亮的 所以我其實可以說 Windows Phone 7是一個視覺系的OS 還視覺系過iPhone的 那有這個Photo Enhancer 那就是 幫大家做 照片的 就是一些 效果的 那些東西 因為呢 在Windows Phone 7裡面呢 是不可以自己 放一些 System App 那就是呢 相機是不可以改的 另一個特色啦 你別以為出來看 太陽射圓 它是會不斷地記錄你的History 對了 你找到哪裏 它是告訴你 只好 你找到無法回到 你去過哪裏呢 他全部都給你 反到無法回到她 第一頁是一個feature的application 然後就有分類啊 TOP New app feature在這裡 整個介面都OK的 除了它的背景 會因為第一頁這個app變的 就可能會花一點點 這個第一版裡面會有一些download 還有一些update的提示 看看一些apps或是怎麼下載 它裡面有XBOX LIVE的遊戲可以下載 放進來 例如我想試這個BDRAWLIFE 那它們放了所有東西 才會最後出 下面的try or buy的option 那有些app可以try 有些app就不可以 那試一下try會怎樣 我都沒試過因為 留給大家一起試 再來呢就會叫你confirm一次 按一次 才會幫你做install 那可以check 就會看到download的進度 那download完之後呢就會install 那要等它慢慢搞 有些東西其實都會 因為呢大家都知道XBOX是什麼 那來到手機上面呢 都會很注重一下效果啊 或者畫面那些東西 所以遊戲的size 都明明會大了一點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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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